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继续收看我们《开始锦囊》的环节 刚刚和Sanny谈开往外方面的情况 想和大家更进多一点加息方面的一些细节 Sanny就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籍姚辉 早晨,Sanny 刚刚上一节说到希腊方面的责务问题 仍然是纏绕着整个环球股市 不过大家都不是太关注它 因为可能心理准备都会 最坏的情况脱钩等等 应该都会谈不够数的 我们暂时可以先放在一边 为什么呢? 因为想和大家更进一下加息方面的情况 这一项大家都比较关注 另一个国际组织的机构 字就是IMF方面 现在就说世界银行 西银行方面也出来说 美国方面 联储局不可否下年才加息 又说到 现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 不是很均匀 又说 虽然他这样说 但应该估计到 联储局最快就在9月加息 也叫大家说所谓 绑好安全带 尤其是新兴国家 究竟如果真的突然间 去到9月加息的话 我说了很久了 对新兴市场方面 整个环境的震荡性有多大呢? 其实都可以轻轻说回一些稀纳的东西 好 因为你说脱欧 大家可能都真的有个心理的准备 但是我想暂时 你说对于欧元区来计 应该就不容许发生这件事 因为始终脱欧又真的可大可小 而且一开到先例的话 其实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想暂时他们都 可能最后打算 希望都和希臘拿过共识 虽然我觉得脱欧是 最后都会走这一步的 但是希望不是今次发生的事 所以就比债权人 可以解释到 没错 他看到这个情况 好了到这个 你说美国加息这一件事 是 首先你记得很多的 叫国际的大型机构 就是好像你说 世音这些 都叫劝语美国 不要那么快加息 可能他觉得就是说 以他们的眼中里面 觉得就是说 现在的美国的经济状况 可能就说不公平 但是我自己相信 最了解美国经济状况的 一定是联储局 因为联储局上面 收集的数据 其实很多 以及你可以说 它的数据是最新的 你看回以往的时间 比如你说IMF也好 或者世音也好 基本上他们很多时 对于全球经济预测的增长 都有一点是制后了 即是他们这些数据 可能要经过很详细的分析 所以他们那些是比较制后的 所以我相信 今次即使世音出了声 就是说 加息也很可能 不要那么快 我觉得那个 真实的作用 其实是不大的 最主要是看联储局本身 对于美国经济的展望 是怎样看法 但是暂时来计 当然 第一季 美国的GDP是差的 但是差的原因 最主要都是因为 受一些天气和风災的影响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第二季 如果你想看第二季的时间 暂时来计 这些数据其实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就业市场方面 甚至你可以说 工人的工资的增长 都好像是比较快 所以你可以说 现在美国当地经济的状况 当然我不敢说 一面多地看好 但是至少就是说 仍然处于一个叫做 稳步的增长 所以联储局 其实都加息 他其实都放一声出来 他都说 其实现在都 大家都可以 真的要开始 关注市口的变化 甚至乎 你看很多的 一些市场的统计 基本上都预计 可能最快的时间 是9月份会加息 因为联储局 9月中 会开次会 之后 10月底会开第二次 所以其实9月不加也好 10月都 我想加的机会都是很大 但是 其实加息本身 你说是 真正的机会是怎么说呢 好还是不好 都有不同的层次去看 因为事实上 现在市场上 你可以说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隐忧 就是不知道去 何时加息 现在这个是一个隐忧 你现在未知的 所以一旦 如果假设 它那个方向就是说 可能已经定了 可能比较上了几 肯定的话 9月份开始 它开始加息的话 市场上 反而会消除了一个不稳定性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加 而且其实加息也好 只要它不是 接着不停加的话 其实问题 我觉得又不算是很大 因为现在的息 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除非你说它每一年都是 每一次开会都加上去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它的影响性 我觉得不是说 真的很厉害 但对于全球资金的变化 就会很明显 是 因为事实上 你看看近期来算 其实很多的新典国家本身 包括股市也好 债市也好 即货币也好 基本上都有一个叫做走资池的情况 特别是新典国家的货币 基本上都比较弱 最主要就是 其实大家都预期 美国能加息的话 你都可以说是强美元 变成了钱 都会留回去 做美元资产方面 所以才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你可以说 如果真的 如果解释美国开始加息的话 这个叫做走资潮 我觉得 也会继续出现 变相之下 对于很多的新典国来计 可能经济的情况 可能会有些影响 很震荡性 因为最重要的资金 留回去美国方面 尤其是撑回美元方面 所以可能严慕多些 在亚太区的企业 应该会受到影响 想到一个就是有邦1299 49.6 现在暂时股价就是偏远 跌近一毫半指 好 我们之后 和大家跟进一下 讲股先 因为这个比较重要 恒指上27,069点 升161点 博企指数升146点 报13,8889点 今天来说 都算有个不错的势头 上27,000点的水平 跟ADR做好 暂时表现可否持续呢 因为之前突然间 一个钟内急跌500 因为疑似新沙士的事件 现在说 否定了就没有这件事了 暂时来说 所以市况又好像好一点 暂时升上27,000点 这个阻力又大不大呢 初步来说 位置有些什么要留意呢 当然 因为上次是一个叫做 新沙士的移民 这个大市 因为感而有个调整 有些震荡 都合理的 因为大家都比较害怕 但是你可以说 当然今天就叫做 高开回上去 就是在27,000点上 这些水平的位置 形势上 其实都叫做 是改善一点的 但是不过 如果你看回大市本身 特别是下个星期 都仍然有很多的 叫做重要的变数存在着 当然最大的变数 就是来自这个 这个联储局议息 这个大家都会 比较关注就是说 適合变化的情况 但是这一样 就可能比较敏感一点 就是一个政改那边 就是叫做 会开会 这个其实我觉得 都是一个人优来的 因为市场上面 你看看近日的成交量 其实是减少了 都反映回 就是说 投资者方面 都真的可能都比较上 是关注 或者有一个 比较昏忘的态度 看看下星期 这些事情 发展的情况 所以你说 暂时来说 虽然恒指 就叫做 重上27,000点的位置 但是都要看 成交量的变化 还有 都不要忘记 A股市场 近期的走势 开始变得比较 是反复一点的 这个情况 都可能会 对港股来说 都可能比较上日 都会有些影响 所以 暂时来计 你说27,000点的位置 看看 稍微不需要找这个位置 但是 即使走得找也好 要有一个 比较大的突破 我想比较困难 所以初步看 27,200 是一个叫即市的阻力位 你下面 暂时来说 可以认回 之前的低位 大概是26,500左右 还是支持位 但是大市 我觉得暂时来说 特别是下个星期 这么多变化 影响住的话 似乎影响段 都比较悶 一些 一个叫拉脚交局位置 昨天的高低波幅 都只有152点 没错 还有你刚刚提到 成交金额 突然间缩到1200亿左右 刚刚说三个星期以来 最低的水平 希望今天的成交金额 可以做好一点 现在大市方面 刚刚开市 173亿的成交金额 比较少一点 好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和大家跟进 其他股份的表现 我们不要走开 休息一会 待会再谈